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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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子科技的革命已经目联要拉开 准备要开始看真相了 亮子是什么东西 当时我们在台大物理系来到了大二 大三是亮子物理 大二还好 大二还不知道念物理系很辛苦 到了大三 亮子物理 到了大四 亮子力学 就知道亮子是怎么回事了 所以亮子里面的不确定性 几率 这些观念在当时对一个年轻的大学生来讲是很痛苦的折磨 你不是站在这个地方 你的80%站这边 你的20%在那个地方 这怎么回事就不知道 当时想着说为什么我们的生命要被这些已经死去的人控制 一天到晚在念这些东西 到后来才发现量子科学其实是主宰世界的 那现在量子科技的发展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我不知道是不是从同学这边来的 如果量子电脑未来真的成真的话 今天的电脑就变成算盘 所以如果是量子的话 今天晚上各位在里面听讲的就有福了 你们早已不知道新科技何时会降临 说不定能够找到因应跟配合的方法 那我想今天同学很多时候科学家会讲 量子力学跟相对论 是20世纪的科学家的两大最大的支柱 有人把KS混沌也算进来 但是混沌学呢 大家会觉得还没有量子科学跟相对论 扮演那么重要的角色 那我想今天我们主要谈量子科学了 我们就用最热声的掌声来欢迎张庆瑞 张教授 好 谢谢主持人 就像刚刚他说的 我们应该认识50年了吧 想要听孙广展的八卦私下找我 可能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我今天很高兴能够有时间跟各位介绍 现在过去几年很快速兴起的一个课题 这个课题在全世界的变化 可能会超出各位的想象 未来五至十年 我估计二十岁以下的一个都逃不掉 非得会懂 懂得要不可 五十五岁以上的 我跟科技部长报告的时候就不用学了 听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刚刚孙儿 我其实坦白讲历练很特殊 我自己其实从小是没有做人生规划的 以前我听到李四成李少阳讲说 从小要立志 要在大学的时候就把这一辈子规划好 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坦白讲我不知道这样来干嘛 我只知道我还蛮喜欢做科学的 就乖乖的念书 那时候就常常看孙馆长好像都不用念书 什么昆曲社 国剧社 什么学代会 这个我印象中反正 这个孙馆长是当时我们的偶像 人又高又帅 然后又不用念书就可以考很好 我们基本上就是乖乖的念书 然后也不知道人生将来要干嘛 那人生其实是很多不确定性 我常常跟我学生讲 你也其实没什么好规划 你走到该走的地方 把你准备好 然后前面很多门 有时候哪一扇门会打开 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就顺其自然 做你最愉快的决定 继续往下走 你的人生就会愉快 我这一辈子其实坦白讲 没有想到我会来推动六次电脑 这个很碰巧就是大概一年多前 刚好下了行政职 突然就接下这个任务 然后因为我们学的是物理 所以基本上就很快地熟悉所有的过程 我的行政职其实在台大 大概所有的业务大概是做过的 简单地讲就是说 下来以后刚好机缘巧合 我就开始处理 那我现在处理到现在 我基本上深深认知 其实我国内外的这个经历 其实大概该走的走过 我自己是磁性专业跟自旋的专业 所以我大概该参与的都参与了 国内其实各种奇奇怪怪的 大概也都经历过 那2005年 很巧合地跟孙馆长合作 推动世界物理年 那一年其实是我人生 最大的变化的一年 我从来没想到 我去处理公众事务 可是那一年 我刚好在当物理学会理事长 突然来了一个世界物理年 然后做了非常多的事 第一次整理台湾物理史 第一次当四部电影的制片人 然后第一次请孙馆长 协助办理科学舞台剧 所以他后来就变成 办舞台剧的红人 第一次办台湾的科学英文全本 很多第一次 那一次让我的经验 其实坦白讲我发现钱可以解决很多事 可是很多事它也解决不了 它不是最重要的 人才是需要环境培养的 你没有把它放在适当的环境 不可能变成人才的 然后要有很多可信任的朋友 因为那个年没有那么多好朋友 那一年所有事都做不出来 所有事都做不出来 然后愿景跟理念 才是你成功的最大根本 我常常后来跟我的行政体系讲 你一定很挫折 人生 做很多事会碰到很多障碍 可是不能因为这个样子 降低你对事情的愿景跟理念 这个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件事 当时做的最大的一件事 其实是这个 当时4月19号2005年 Physics Enlightened War 这个activity我做的 如果超过20岁的人应该会记得 当时在这个底下做1等于NC平方 第一次在101大楼拼制是我们拼的 忘了申请专利 后来他每年拼制 没有付我们权利金 我们当时去拼制的时候 101的公关团队是不相信我拼得出来的 然后我们当时在上面拼制 他说我们没有这个设计 当时拼出来给他看 拼出来给他看 所以前年大家可能没注意到一条小新闻 前年101大楼决定说 最上一层楼租出去了 说以后过年不再点灯 宣布了这个我还读着投书了 我说台湾好不容易有一个世界的symbol 怎么可能因为省三千万就不再点灯 然后第二天他们董事长就约我去吃饭 当时这个活动 大家如果看得到的话 这个是全世界的组织 从Princeton射出一条light 特别经过台湾再经过三个地方 当时可以做到这件事 确实是我们物理学会做了很大的努力 这个图是世界发出来的图 不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所以当时是经过台湾再进大陆 东南亚 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 我当时在做物理学会理事长的时候 那个灯 大家注意到他先到了韩国 然后在韩国的这个主岛附近 然后独岛跟主岛 当时韩国跟日本都跟我抗议 我说从韩国最遥远的地方 一道光线射过来 结果没多久 韩国跟日本的物理学会 都来跟我抗议 日本全体protest 说那个是他们的领土 我才赶快上网查到底是什么东西 后来发现是独岛主岛 不过anyway 这个东西因为当时101 陈敏兴董事长免费让我们使用 所以当时拼出来这个 确实得到全世界第一名 我记得在开协调会的时候 跟陈农市长在开会 他很强悍 后来我最近碰到他 当时我很年轻 40岁出头 他说我们免费借你 你得不到世界第一名 以后大家不要见面 后来真的得了第一名 所以我把这个东西 复制了一份送给101 原版在我手上 如果有人要买 我可以卖给他 当时办得非常成功 所以当时吕秀莲 马英九都在台上 anyway 这个当时我确实学了不少 做事的经验 而且这个以后有机会 可以专门找我讲一次 怎么样做科普活动 那一次的经验让我学会一件事 我现在有教物理管理学 在台大开一个通事课程 做事 只要让长官满意就好 不能让长官害怕 还有一个比较 因为他们特别交代我 说我的行政经历里面 有什么特殊的 另外一个就是 我是世界 这个女性物理学会 唯一的男性长物理师 因为我在做活动的时候 我还蛮知道 怎么去处理他们的事 然后当时他们全球募款 让第三世界的国家 弱势女性 可以参加世界物理女性大会 我协助了她在亚洲 做非常多的 女性物理学家的募款 然后几年以后 他们就很相信我 把我找去当唯一的长物理师 物理学会的会 很少有女生 这个里面每三年开一次 基本上男生当minority 是很少见的 很少见的 这个当了minority以后 少数的这个东西 你就知道 minority的心境 是不太一样的 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其实物理大部分都是强势的男性 好 我刚刚是介绍一点 个人的经历 也因为这个经历 所以我处理很多奇怪复杂的事 可以很快地处理 这个量子电脑我开始处理 其实大概到现在一年 这个我会介绍一下简单的背景 然后基本上 它的基本概念 其实就是四个 这个叫做 superposition 合成性 entanglement 叠加性 量子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测量 这个量测是古典没办法想象 最后还有就是数学是伟大的 希尔伯特空间 希尔伯特空间 是量子电脑 今天所以能够这么强大的主要原因 可是一般人 你如果要把他学这么多物理跟数学 再来用 那一定来不及了 很多人说 那我要学多久数学物理呢 我跟他讲15年 可是如果学这么久 再来用 一定不会用 所以基本上 你就不要懂他 相信他 没有时间 其实现在讲实话 从我来看 你已经没有时间再去问 量子电脑什么时候出现了 你就相信他 学习他 使用他 其实就从这个观念去出发 听完以后 你就知道你怎么相信他 学习他 使用他 我今天大概会花一点时间 介绍硬体跟演算法 他就是一个电脑 其实各位 用你的手机 你哪懂手机里面怎么做 你不懂你照用 用电脑你也不懂 所以你不要把量子电脑 看得太可怕 我现在常常跟我世界的朋友在讲 我说如果我重新来推动这个课题 我不会叫他量子电脑 我会叫他现代电脑 以前的电脑叫古典电脑 古典电脑也是量子电脑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可是用了量子两个字以后 一般人听到量子 就觉得他一辈子不会听懂 年马上转走了 所以两个小 希望一个半小时之后 各位会相信 你其实是懂的 而且你会用它 这个硬体跟演算法 然后 它的应用面真的太广了 所有你想象得到的 它都可以用 原因是很简单 你现在电脑在做什么 将来它就可以做什么 而且做得比你快非常多 然后做一点结论 这个其实就是伟大的希尔伯特 其实简单的讲 我要用它这句话 量子电脑就是说 我们必须知道 我们必将知道 你非得知道这件事不可 逃不掉 而且刚好真正用的就是 它的Hearberg Space 然后波尔讲过一句话 如果你没有为量子论 有感到困惑 你就没有理解量子论 意思就是说 任何人听到量子 一定都困惑 最少我在大学学的时候 都觉得我学不懂这个东西 然后我那时候读得很辛苦 我在想 怎么会有人懂这个东西 这个 慢慢的你就被训练到 它就是尝试 当它是尝试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懂 其实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美国已经告诉所有的家长 三岁开始当成床边故事 告诉你的小孩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这个 这个英文是 We must know We will know 德文 孙教授会念 因为我们大二的时候 是必学德文 这个我 所以他基本上 因为他是德国人 所以一定是讲德文 这个我本来 他的原文找不出来 因为是美国人写的话 我早期 在二十世纪初期 基本上德国的科学家太厉害了 科学 数学 物理 化学 哲学 全部是德国 所以德国为什么可以发动 第一次世界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 就是他掌握了知识 今天其实 也是在知识竞争掌握的年代 一百四十年前 没有电灯 大家都不会相信 我记得我小时 在念小学的时候 住台北市 台北市缺电 我每天八点钟 跟我妈妈坐在床上 听完吹小平的管播剧 就睡觉了 因为没电 会点头的一定都年龄很大 八十年前没有电脑 大家也不会相信 现在大家用的这么频繁 五十年前没有生物科技 三十年前没有网记网路 很碰巧的大部分都发生在九 所以2019是一个重要的年代 有谁能够预测这个世纪什么会出来 会出来很多东西 中间有一个一定是量子 逃不掉了 而且古典电脑的一零 基本上马上会消失 马上会消失 因为量子未源 它就不是一也不是零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这个东西伟大的地方其实基本上是这样子 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第三次量子世界大战 我们前面的战争真正的其实是 军人的战争 现在是科学家的战争 谁先战胜这个 就是二次量子革命不是我喊出来的 欧洲在去年跟美国同步喊出 2018年底的时候 全世界二次量子革命正式启动 可是我认为是第三次世界量子大战 第一次大战发生在什么时候 原子弹 在1927年的时候 量子的科学基本上已经完整出现 这里面这一张就是 当时Sovic Conference 基本上把量子力学定义下来了 然后第一次用就是原子弹 第二次用就是古典电脑 你现在用的电脑 现在正在启动世界的第三次量子大战 第一次美国掌握知识 所以美国我们开始讲英文 因为原子弹它控制 第二次基本上 虽然电脑是在英国发明的 MOS 美国发明了 所以它变快了 所以基本上被美国控制 第三次仍然是这些大国在竞争 仍然是这些大国在竞争 而且我觉得十年内大概会拍板定案 我们台湾大学很幸运的在去年 2018年的年初的时候 开始跟IBM谈判一个合作协定 后来经过他们同意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2019年初的时候 它让我们成为它第七个合作伙伴 IBM 所以现在有一个NTU IBM Quantum Hub 可以使用53个Qbit 各位在报纸上看到53个Qbit 其实在台湾任何一个学生都可以用 只要你会用 可是很不幸的 我们宣传了一年 大概只有十个人会用 虽然来的用者很多 会用的真的很少 这个我们之后 西班牙的国家实验室 变成它第八个 两个月前 德国的Francoe 变成它第九个 德国答应给它6.5亿欧元 签这个约 可是这个最后两个约比较特殊 IBM真的送一台53个Qbit 在今年要送到德国去 德国用这6.5亿欧元 跟它合作 希望在两年内把它商业化 两个礼拜前 日本东京大学 跟它签了另外一个约 IBM会送一台电脑 到东京大学去 那东京大学部的条件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没有公布 这个去年5月的时候 Fortune的500里面 谈了这件事 当它一谈就知道 这里面是赚钱的机会来 因为这杂志不会去谈 不赚钱的东西 它里面就讲 这个Quantum Lip发生了 在所有的产业界里面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是事实 我们目前在台大 大概有三四个教授在做这件事 这些现在是目前参与的学生 这个是我的一个博士后 现在正要去中原大学 中原大学准备 专门针对量子预算 开出一个特别的课程 古典电脑的电脑 它到底碰到什么瓶颈 古典电脑其实就是1跟0 它的机器其实只是算得快 它其实就是一个1跟0的开关 在这个有电的零组件里面 去做快速的处理1跟0而已 它其实就是在做这件事 没有做得更神奇 只是快速在做这件事 那为什么它可以进展 在过去这一段时间 其实主要的原因 在过去60年 半导体业界为什么这么成功 真正成功就是所谓的莫尔定律 它越做越小 每两年大概就缩小70% 它一路做到现在 现在台积电7奈米量产 号称3奈米 甚至刘德英董事长说 未来要走向1奈米 可是701也很近 到了1奈米里面 搞不好里面都没东西了 做到那个地方也没有东西了 所以物理瓶颈一定要碰到 那说不小的时候怎么办 再说不下去的时候 你能做什么事呢 你的科学就停了吗 再说不下去 它就好像钢铁原来是高科技 现在变成传统产业 其实是一样的 它说不下去的时候 就变成传统产业 那有没有其他路走呢 其实古典电脑碰到的问题 实在太多了 不过去投入的人力物力 实在很庞大 所以才让它继续走下去 物理学家会告诉你 它有尺寸的定义 因为再说不下去了 它其实还有这个频率的限制 还有这个能量的限制 其实还有平行电脑 它迟早要碰到瓶颈 只是到底是今年 明年或者五年后 走不下去了以后怎么办呢 这一些其实就是 它会漏电 它变小 它能量损耗 这些都是它的瓶颈 走不下去以后 就是这条路 第一个 我就去找新的设计 跟新的结构 所以现在把它像盖 高楼大厦一样 原来从平面 变成三维空间去盖 然后找新的应用 新的封装 现在在赚钱 其实是靠这个赚钱 找新的方式 而不是在缩小 另外一个就是找新材料 所以你发现 自旋电子学的材料 你常常听的话 Graphin 石墨烯 碳管 耐雨碳管 二维的凡德瓦利材料 可是新材料 即使找得到 你的所有人员 要重新训练 因为他不熟悉新材料 这个必须要换 即使找到 另外一个就是 有没有在现有技术上面 现有结构方面 放新的物理进去 这是第三条路 我们现在走的 其实就是第三条路 这个 这个Neuroformic的电脑 Quantum Computer 旧材料旧技术 新科学引入 那要引入新科学 就要回过头来看 回过头来看 我们到底可以发展什么 这个传统的半导体 讲的是 就更多的莫尔定律 或者 超越莫尔定律以后 能做什么 莫尔定律主要是在 工艺技术的进步 不是在科学上的进步 他把它一直缩小 他就是一直把它缩小 过去三十年 这个现在 在Google的 最近的这个 一个 经理 叫做Neven 大家要记住这个Law 这个Law现在越来越有名 叫Neven's Law 它说量子电脑 比莫尔定律还厉害 莫尔定律是2的N次方 这个Neven Law 说量子电脑 是2的2的N次方 这个等一下会看到 它有多可怕 第一个2的N次方 是物理尺寸的进步 因为我们只是把 救济数来缩小 所以它一定可以很快的 按照莫尔定律 缩小下去 第二个其实是 数学上的变化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每一个量子位元 就是一个2的1次方 两个就是2的2次方 N个量子位元 就是2的N次方 然后那个N又按照 这个莫尔定律 也有一个2的N次方 所以就2的2的N次方 我们发现了走到障碍 那回过头来就看 有没有什么新物理 新科学可以放弃 其实重要的就是 1927年这个Sovie的Conference 当时对Electron跟Photon的 量子性质 基本上做下定义 你身在对的时间点 你很容易变成名人 简单的讲 你身在台湾创业的 那个阶段 你就会像很多有钱人一样 变成老板 变成老板 这一张图 29个人在这个照片里面 那一次开会 在维也纳的一个会议 Sovie 奥地利的附近 中间各位知道 有多少个人 拿到物理诺贝尔奖 这张照片里面 17个人 你就知道 你要身对时代 你要在对的时代 做对的事 现在就是 要做量子电脑的时代 当时 他们有一段有名的对话 这个 Einstein说 他写给Mark Spohn说 量子理论 产生了很多 这个 不可能把我们带进 上帝的秘密的地方 All one's secret 但是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 这个上帝 不会跟我们 杀骰子 这是当时 他跟Mark Spohn 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 然后Mark Spohn 怎么回答 Bow怎么回答他 他说 Einstein 你不要乱讲话 你也 这也不是 我们的事情 去让上帝 决定他怎么做 基本上就是 上帝就是要杀骰子 你怎么说 他不杀骰子 这一次会议之后 我们相信 这个宇宙 是按照量子 几率论 真的在发展中 真的在发展中 我们回过头来看 量子物理 到底给了我们什么 其实我刚刚讲 第零次量子革命 为什么讲第零次 因为 去年喊出 第二次量子革命 第一次 之前只好是第零次 他用了物理 就是职能互换 也就是我们当时 拼在 这个大楼上面的 这个字 这里面有个笑话 这二底下 有几个小点 为什么 不是我设计的 因为有人太认真 不下班 4月19号 我们为什么可以 在101大楼 办这个活动 为什么可以 因为那时候 整栋楼都没租出去 那时候101大楼 是2005年 1月1号节目 整栋楼都没租出去 所以陈敏勋 答应我来用 当时 这一栋 就是这一栋楼 刚好在 4月10号 租出去 给拜尔 然后 我说 你这租出去 他们不下班 我怎么办 整层楼亮着 他们公关当时告诉我 这不是我的事 这是你的事 他说我们已经租出去了 所以那一次 我也学会一件事 做事情就是 协调 协调 再协调 我们第一次派一个团队 去跟拜尔集团商量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租出来 我为什么要下班 你要付我多少钱 就第二次去的时候 他很好奇 他说你们到底要干嘛 当他一听说 是为Einstein的 四世纪念志 办全球活动的时候 他的老板 好高兴 你们要替德国人庆祝 我们德国人 当然全力配合 结果 我当时就很 很差异了 什么时候Einstein 变成德国人 我回来就赶快 查他的自传 我一直以为他是犹太人 结果他自传 里面自己写了这样子的话 他说以后 狭义相对论 如果是对的 德国人就会说 我是德国人 法国人就会说 我是犹太人 如果证明是错的 德国人就会说 我是什么 犹太人 法国人就会说 我是德国人 结果是对的 可是他老板下令 你就知道当主管不容易 还是有三个人不下班 所以有三点 很多人跑来问我 为什么你要放几个点在那里 放一个逗号在那里 我说没有 我没有要放个逗号在那里 好 职能互换 造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也就是第零次量子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42年 曼哈登 Project 这个里面回过头来看 日本当时也在发展 顺便广告一下 如果有空 到白天到台大物理系 二号馆的一楼 有一个小博物馆 我做的 就是日本人在台湾 做核弹的证据 核弹的证据 而且基本上是成功的 曼哈登 Project 这个第一次量子革命 就是我刚刚讲的Morst Project 也是美国胜利 他用了电荷 大家所熟悉的电子学 这个电荷里面 还是用到量子性质 用到量子干涉 量子穿睡 还有量子的量子化 你的能阶就是量子化 所以我说 谁告诉你 你不懂量子 你已经在用了它一辈子 你已经用了它一辈子 这一次只是用到自旋的 另外其他一些量子特性 叫做Superposition Entanglement Measurement Herobe Space 谁先把它用到产业界 基本上就控制了世界 等一下我们会看得到 我刚刚忘了 你知道去年2018年底 前年 刚刚孙馆长一直说2020 OK 前年年底 12月21号 美国的国务 这个Congress 通过一个 美国国家量子法案 National Quantum Initiative Act 要求所有的公家机关 要优先支持量子研究 欧盟通过10月20几号 我去参加了 12月24号 Quantum Flagship 量子旗舰计划 全欧盟通通要参加 日本推动了一个Quantum Lip 量子跃迁计划 大家要知道 你就知道这是强国的战争 大家如果看新闻 9月多的时候 应该注意到这个 Google 宣称 Quantum Supremacy 出现了 量子霸权的时代来临 为什么 因为他用53个Qbit 去做了一件事 这一件事在全世界最快的电脑 在Ockridge 美国的Ockridge 全世界最快的电脑 一秒钟可以算的10的17次方 Frog 目前全世界最快的 他用53个Qbit 花了200秒的时间 就算了他需要 一万年才能够算完的事 这个大家如果看新闻的话 应该 所以Google正式宣布 量子电脑原年启动 主要是这个原因 当然他做的这件事 没有什么实用价值 可是他也讲 就像莱特兄弟 刚刚飞的时候 是飞的时候 只在空中飞了10分钟 现在就是那个时间点 就是那个时间点 好 其实真的要比较 还有一个有趣的事 即使我们用古典电脑 可以做到量子电脑 可以做的事 也放不在地球上 当我有270个Qbit的时候 他的计算能力 大概就是2的274方 2的270次方 你需要多少个古典电脑 换算一下 就是10的81次方 你每一个古典的 这个classical bit 古典位元 即使做到 刘德英董事讲的 讲的1奈米 线宽是1奈米 10的81次方 放成一个体积开三方 每一个地方要10的27次方 每一个地方1奈米 一乘下来 这个长度是10的18次方米 各位知道 10的18次方米是多长吗 这个孙馆长知道 银河系的长度 你放不在地球上 所以量子电脑 它将来的威力 大在不断计算块 是你古典电脑 根本做不到 这是它真正可怕的地方 下一张 好 这个其实就 Financial Times告诉你 Google Clang 我们已经到达料子霸权了 这里面按一下 其实我第一次介绍这个 我就想到 怎么让大家觉得它威力 用退休金最好 因为我已经快退休了 我拼命在想 我可以领多少钱 我下个礼拜还约台大 人事市主任见面谈 叫他算给我看 我到底 可以领多少退休金 这个一次退 就好像 董事长 校长 写一个 送你一个签名 镀金的计算机 这个月退 其实就好像 你有一个 Personal Computer 莫尔定律 就好像你有一个超级电脑 我们来比较一下 这个一次退 按一下 第一年 假设你一次退 可以领一千万 你放在银行里面 利率是1.2% 第一年 你大概就是 一千万乘1.2% 假设月退是一百万 一年一百万 一样你把它放在银行 然后另外有一个 退休制度告诉你 第一年可以领两万 你会选哪一个制度 你笑这么高兴 年轻的直觉 你会选哪一个 好 再按下来 我们看一下 继续按 你会发现 好 停一下 你会发现 到了第四年 你如果选这制度 你一年领十六万 领到十六万 在这边有四百万 还在升利息 这边复利上去 大概就是一千零三十六万 好 继续按下来 十年后 好 停 没关系 这个十年后 你会发现 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十年后 所以 一次退不见得 没什么不好 你只要大概活十五年 十年内 因为你不可能 不一定活那么长 所以 所以退休以后 你一次退不见得 一定比越退差 不见得一定比越退差 好 再下来 如果是 Niven Slow 我第一年就 第一年给你四百块 按照二的 刚刚这个是 二的N次方 这个是二的 二的N次方 四百块 第二年就是 一千六百块 然后再来一万多 你会不会选这个制度 会不会选 为什么会选 好像很多人 点头说会选 为什么会选 能不能告诉我 你才 你才领四百块 这边已经领了一千万 好 你再按下来 你会发现 这个威力是可怕的 第五年就是四千亿 台湾的预算都不见合 你如果是 按照二的 二的N次方去领的话 这个就告诉你 量子电脑 虽然现在只有五十三个 它的未来的发展 是惊人的 好 再下来 这个 我在做这个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去跟银行接触 我们找了台湾几间银行 因为在国外很奇怪 第一个user都是银行 所以我就去找了几间银行 结果发现 他们在做一件事 这个portfolio investment 就替人家投资 然后我聊了一下 我就发现 哇 我去银行找理专 这个理财专员一定是骗我的 因为你算一下就知道 假设这一千个顾客 有一百种投资方式 一百种的一千的组合 就是十的两千次方 用全世界我刚刚讲的 最快的超级电脑去算 要算比宇宙还长的时间到现在 所以他一定不可能帮你做客制化处理 他一定是把所有的人分成几种 一种很会抱怨的人 一种什么都不讲话的人 他基本上一定是分类处理 分几个框框 绝对不要相信 有人会帮你客制化 这是不可能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 Volkswagen现在跟D-Wave 合作做北京的交通控制 Toyota跟辅机组在合作做东京的交通控制 这个其实也很容易估计 十的一百条街口 有一千辆车在跑 你去处理就已经是你古典电脑算不完的结果 量子电脑可以处理 等一下我们会看为什么 再下来 好 这个我刚刚讲过 2018年美国通过 国家量子启动法案 欧盟2018年通过量子旗舰法案 投入的资源都是惊人的 现在我们其实台湾投入的资源 连芝麻屑都还比不上 这个是美国讲的 这个是大陆 它要在合肥成立一个国家量子研究院 预计投入的金额在哪里 这里怎么没写 Anyway 我这里不知道为什么没写 我是不刻意插掉 那一百亿美金 这个马云讲的 这个绝对不是我创造的 阿里巴巴要放150亿美金 连旧量子电脑 马云的预测是最早的 我看到所有的预测里面 阿里巴巴的预测是2023年 全方位启动在各个领域 这个为什么美国跟大陆现在这么紧张 其实这个是一个重要的 这个是在美国 所有的量子专利 发生在美国的 这个颜色叫做量子通讯 大陆遥遥领先全世界 这个颜色叫什么 量子电脑 美国遥遥领先全世界 然后这个基本上叫量子感应器跟应用 细节我不谈 我们今天只谈这个 这两个应用面都是有限 这个美国掌握住的这个优势 就是我们要谈的量子电脑 它的应用面是全面的 大陆掌握的优势 其实是只在特定领域 像前一阵子莫子号 送到太空去 它在前年年底展示了一个 让这个奥地利跟北京做了一个量子通信 而且证明成功 现在他们正在盖 已经盖了其实 从北京到上海的光纤量子通讯 量子通信出现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美国从此之后 假设真的是做成功的话 不会知道大陆到底在干什么 窃听都窃听不到 这个是简单讲 好 这是美国智库讲的 美国的智库讲的一句话 说这个东西就是二战的曼哈顿计划 所有的 all hands have to be on deck 这句话就是说 所有在船舱上 船里面的人通通要给我上甲板上来 一个人都不能不努力 全部要上来打仗 all hands have to be on deck money has to be spent research has to be done and access to the 最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话 接触到这个研究的人 不可以是中国人 不可以是俄国人 甚至任何有敌意国家的人 都不可以碰 所以最后一句话 has to be denied to Chinese Russia and other anniversary country 然后下一页 有看过蚁人跟黄蜂女的举手 这举手不多 表示年龄都偏大 你看过记得这句话吗 好莱坞的电影 这个是那个坏人 在抢那个女主角的 那个缩小的 那个机器的时候 这个Sony Bench 跟Hope Van Dyne的一个对话 他跟他说 你难道不知道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想干什么吗 在经过这么多事之后 量子技术 你可以忘掉奈米科技 忘掉人工智慧 忘掉虚拟货币 现在就是量子技术的时代 这个是下一个淘金热的所在 我要进来 这个是好莱坞的对话 你就知道 这个在美国已经是commer sense 好莱坞是最敏感的一个单位 这不是我创造出来的 这是好莱坞的对话 再下一句 现在会做硬体的 商业运转的 就是这个 D-Wave 这个 Los Olmos 11月的时候 刚刚跟他买一台 5000个Qbit的量子机器 去做核弹研究 Microsoft Google 9月的时候 号称他可以做53个Qbit 我们现在在台大使用的是IBM 9月的时候53个Qbit 大陆号称可以做20个Qbit 现在 然后Rigetti 这个后来没发生 Rigetti是IBM的一组人马 跳出去开了 在San Jose开了一家新公司 他说去年年底要出128个Qbit 这个量子电脑 说实在话要分几个层级 这个有能力跟有钱的国家跟单位 其实要做的叫做 Universal Quantum Computer 全方位的量子电脑 什么问题都要解决 他一次要把所有的市场 通通吃进去 这个D-Wave跟日本的NTT 在做的是什么 做一个特殊功能的 只解决社会上最佳化问题 你的投资问题 你的交通问题 他只解决这个问题 叫做Quantum Anular 量子退火 还有一些比较聪明的人 我个人觉得 未来五年应该是这个天下 Fujizu跟Hitachi 他们做的是用古典的电脑 来做量子电脑的事 叫做Quantum Inspire Computer 量子启发的这种Computer 这个现在Fujizu已经可以做了 我们也正在跟他谈合作方案 应该下个月就会合作了 再下来 事情永远在改变 这张图是纽约第五阶 大家看到纽约第五阶 车水马龙对不对 这个真的是马车 在1900年的时候 真的是马车 只有一部汽车 全部是马车 交通主赛是马车主赛 只有一部汽车 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人相信 汽车会出现 13年后 按一下 仍然车水马龙 全部换成汽车 只有一部马车 只有一部马车 所以Neven Neven这个人 时代对了 你讲的话通通会被人家引用 Google这个Neven 他最近讲一句话 按一下 他说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好像没有事情发生 突然Oops 你变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这个就是今天 这个就是今天 各位要相信 我们真的在这个时代 而且年轻人的机会来了 再下来 好 五分钟量子课程 很多人在问 要懂多少量子物理 那基本上真的要看你 处理哪一个层级的问题 因为量子电脑是一个产业 他从做 就像CPU 电路 控制系统 然后再来软体 演算法 各种翻译 它是一个产业 所以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你 任何人都可以来做 任何人都可以来做 物理学家 只是多懂了一些量子 所以他可以做最基层的工作 那你也可以通通不懂 就把那些奇怪的东西 等一下我会讲很多奇怪的东西 你把那些奇怪的东西 当成你现在线上游戏的规定 我看我儿子玩的线上游戏 没有一个规定合理 他玩得很开心 你就把这些量子的结果 当成规定去玩就好了 当成规定去继续玩下去就好 它不会合理的 因为这个大概我花了很多年才变成常识 以前我刚读的时候完全不懂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古典电脑就好像一个铜板 头是零 尾是一 量子电脑 你如果一定要把它想成古典 用古典的想法去想的话 它就像一个旋转中的铜板 它可以是零跟一的任意组合 这个就是量子里面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性子 叫做合成性 就是它是随时的组合 它有个更奇怪的组合 再按一下 另外一个跟它在一起转 他们两个居然还会互相知道 大家怎么转 这个叫entanglement 纠缠性 你只要在这边摸一摸这个 你就知道这边到底在干什么 基本上这个就叫纠缠性 这个你要让我告诉你 它为什么会这样 请先到台大物理系上五年课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再想为什么 它就是这样 相信它 宇宙就是这样造成的 再下来 不管你跑到哪里都知道 这个是量子通信的最大来源 你另外一个铜板跑到天边去 我在这边看我这个铜板 我就知道你在干什么 这个是量子通信最可怕的地方 再下来 所以有人用木兰池来解释 叠加性跟纠缠性 熊兔脚扑朔 磁兔也迷离 两兔放地走 安能变我是磁雄 我野地里面放两个兔子进去 一公一母 我越远看两只兔子在那边乱跑一通 我也分不出来哪一个公的 哪一个母的 就好像他们都又是公又是母 这个是有一点像 这个叠加性 合成性 我花了很大功夫 抓到其中一兔子 把它抓起来 打开来一看 公的 另外一个呢 母的 这个有一点像纠缠性 可是它更可怕的是 你把这一只公的动一点手术 改变一下它的状态 再放回去 另外一只会怎么样 跟着改变 这个古典就没有办法理解了 可是它就是这样 所以 也有人下一按一下 对 也有人用一句歌词来描述纠缠性 再按 这我讲的 你泥中有我 我泥中有你 随时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 随时都知道对方 这个确实在量子世界是发生的 再下来 好 美国 这个不是我讲的 这是美国人讲的 我们现在要开始发展很多量子游戏 为什么 就像我刚刚讲的 要懂量子 要先来上课 你不要懂它了 台风有多困难 你什么时候尝试要懂台风 看向气象预报就好了 所以 尝试很容易 知识是困难的 当它变成尝试的时候 你不需要懂它 美国人说 三岁开始 游戏里面就要把量子概念放进去 大家手机打开来 有一个 你用keyword 叫helloquantum 就打hello H-E-L-L-O quantum IBM发展了一个app游戏 15分钟可以玩完 玩完了以后 你就知道 等一下我要讲的quantum gate是什么 量子杂是什么 这个基本上 IBM发展的桌游游戏 我下载给我儿子还有学生玩 这个大概要花100分钟才玩得完 两个人的对战游戏 玩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量子杂 现在我的学生去上IBM的课 IBM很聪明 他为什么跟我们合作 因为可以用很多免费人力 因为我们要学 我们在帮 有两个学生在帮他写量子游戏 电脑游戏 刚生小孩的家长 这个是中文翻译本 网路上买得到的 叫宝宝的量子力学 下一页 英文版在这里 Quantum Physics for Baby 这个不是乱追牛啊 去年十月底 Amazon出了一本新书 给五岁以上的小孩 叫什么 Cubits and Quiver Tree 我当时还不知道 什么叫Quiver Tree 我查了一下 有人知道这个英文单字 是什么意思吗 非洲一种快要绝种的 大型绝类植物 这一本童话故事 告诉你就是这一件事 你当家长 为什么要让你的小孩 去学一些 濒临失业的学问 你要学习未来的学问 就是量子未源 你现在如果 让你的三岁五岁的小孩 去读的东西 二十年后 这个产业都消失了 你去学它干嘛 你一定要学新出现的 所以我特别到网路上 找了这个 我妈妈告诉我的故事 是这个 聪明的乌鸦 不是 是这个 聪明的乌鸦 是把石头丢在瓶子里面 让水浮起来 然后你就有水喝 现在科技的乌鸦 是用吸管的 你必须要学新的东西 你用老的旧的知识 你的下一代活不下去的 下一代活不下去的 再下来 好 五分钟上课 量子电脑再下来 法医门在1981年就讲过 这个世界 从来不是古典的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量子的世界 所以你只有用量子电脑 才能处理这个世界 你怎么会用古典来处理这个世界 我们做不到 是因为我们当时做不出来 现在做得出来 所以古典电脑为什么慢 因为它是模拟自然 只有靠量子才能够模拟 真正的模拟自然 所以你非得用量子电脑不可 不然这个宇宙怎么动 你都不知道 法医门当时就讲过这句话 再下来 现在这个量子电脑 它是整个结构 就像我讲 等一下我会介绍 Qubit量子位元 其实只有这个最底层 它所有的技术 是一个整个产业 所以在全世界 我刚刚跟这个 我们的陈董事长在聊天的时候 在全世界 这个课题已经离开物理系 离开理学院了 甚至就是一个整体的产业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这边还在物理系手上 我们还在拼命地解释 什么是量子 什么是量子 它是一个产业 大家要相信我 它不可能只靠物理系 去做出这件事来 再下来 当然物理系有它的优势 因为量子位元 就是这些奇怪的物理组成的 现在最少有十种以上的 量子位元的物理技术在竞争 有用凝聚态的 有用核磁共振 有用光学 有用原子 然后凝聚态的方式 有半导体 超导体 拓不屑 这我不解释 台湾最近一直希望 希望能够用半导体的技术 发展出来 那这样子台湾的半导体产业 又可以吃香喝辣 继续靠它活五十年 这个 可是运气有没有这么好 不一定 有时候 你知道 有人听过一个古希腊神话 你越引以为傲的技术 有一个翅膀 靠着翅膀逃出监狱以后 它很得意 越飞越高 结果离太阳太近 翅膀融化 就掉到海里 你越引以为傲的技术 到后来 说不定不一定会出现的 这里面这么多技术 如果真的要靠半导体出现 才活得下去 那机会还不一定出 一定百分之百 再下来 这个基本上是 它各种悟性分析 目前真正最商业化的是这个 超导线圈 它还是需要半导体技术就是了 它的一些周边结构 不过现在IBM Google 大概都是走这一条路 再下来 现在商业化的其实就是这个 其他都还有一段距离 还有一段距离 可是每一个技术 都有大公司在投资 因为这个技术 就是可以掌控 整个金融的问题 再下来 稍微介绍一下 为什么超导体 其实超导体做的一件事 它就是用铝 去做了一个LC线路 很小的LC线路 这个LC线路 做的小了以后 它大概频率H8ω 因为LC你可以设计ω 大概一个GHz 这个温度刚好10个mHg 可是这个LC线路 在做好了以后 它的能阶是框台值 是能阶化的 每一个能阶 基本上是同样的距离 所以在操控很容易失误 再下来就是工程师的贡献 这个是物理学家 再下来就是工程师 再下来 他们就在中间做了一个Gangshun 这个Gangshun就是提供了一个 另外一个偏压 然后就把这个位阶分开来 一分开 过去三年 很快的就商业运转 只让0跟1可被控制 可被控制 再下来 这个是台湾希望做的 用C28 可是它需要没有C29 所以要把C29排除掉 变成纯化的C28 纯化的C28以后 它的Defacing Time 就是它的这个 去相干性的时间就比较长 它可以用得比较久 可是它每一个要做的很小 然后要做的都一样 这个技术挑战性很高 那这个如果做出来 我们的产业确实有机会 再下来 会让它没有量子化的原因很多 这边我就不讲了 这个都是工程问题 这很多都是工程问题 所以工程师现在进来很多 再下来 它的线路设计 也是工程师的问题 可是需要懂物理知识 它是一个微波线路 进来以后跟超导做互相作用 超导线圈做互相作用 然后可以操控它 到底是零还是一 还是把它加起来 这个其实是硬体的设计 这个基本上就是IBM在做的事 再下来 现在其实为什么可以开始用 因为在2002年的时候 10的-8秒它只能存在 现在大概可以存在500个ms 就变成可以用 所以这个大家都在尝试 继续往上推 当它能够推到一个小时的时候 这世界就会改变 再下来 它的温度目前很低 这个量子位元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一般的世界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在很短的空间里面 要从这个温度变回这个温度 这里面太多工程设计的问题 现在全世界工程师进去的很多 可是它在这个CMOS的时候 不是像现在是室温高温的 是叫做低温CMOS 台湾很少人做 叫Crogenic CMOS 再下来 这个我去IBM的时候 当时我看过他们的现场 这个其实就是机器的模型 真正操作是在这个地方 再下来 IMAC 比利时的一个半导体的研究院 基本上现在在用300mm的 Wafer 尝试做商业化 12寸Wafer 上面直接就做 刚刚讲的超导的Cubic 还有我们在研究的量子 半导体的Cubic 现在都在做 这个是IMAC正在做 再下来 这个其实很多方法 我还要提一个 这个就是钻石 大家都很喜欢钻石 可是各位不知道 钻石真的可以做量子电脑 钻石里面都是碳做的 钻石都是碳做的 碳有一个缺陷的时候 两个缺陷的时候 就是有两个 碳钻石为什么 大家都喜欢 因为折光率很特殊 第二个它很稳定 因为它碳的标准结构 这个碳的标准 这里面有缺陷的时候 如果中间有一个碳 被氮取代掉 另外一个碳就是空洞 这个我们叫做Nitrogen Vacancy 这样子一个东西 就可以做量子卫元 而且是室温的 它唯一的困扰 刚刚讲的是低温的 这是室温的 它唯一的困扰是什么呢 是这个Defect 到底长在哪里 是碰运气的 你现在控制不了它 它是一个缺陷 有没有人想买量子电脑回家 买得到 现在市价大概130万台币 就是这个 我正准备帮学校买一台 叫金大陆做的 金刚石量子计算教学机 做教学的 它就用这个 它只有一颗 只有一个Qbit 只有一个Qbit 可是可以做教学实验 好 这个是室温的 而且非常robust的 再下来 有了硬体以后 再下来就拿它来 怎么做软体设计 跟怎么解 你想要解的问题 这个里面就要知道 quantum gate跟quantum circuit 再下来就量子闸 跟量子电路 再下来 这五分钟就够了 古典电脑 是101010这样子去处理 然后你写一个程式 用电子的讯号去控制 量子电脑 它有一点复杂 它是一个状态 它不是一个数字 它是一个宇宙的状态 这个一个 就是一个状态 你现在准备好一个状态 你现在这个人 这个状态 它经过一个 进去以后 经过一个时间 会演化什么 它不做计算 它在里面让它发声 在里面让它发声 所以它需要一个状态 然后需要 你去设计好你的线路 然后你的状态放进去 经过这个线路 出来就是结果 然后你再把它 做一个量测 测量 这个真的像做实验 你除此状态进去 经过一个线路 出来就是你的结果 你一量 就是你的结果 不用算 然后 你要写的程式 就在这个线路上面 这个做电子学的 应该知道 它就是这样 再下来 这个现在的量子杂 你可以上网路wiki 你打量子杂 如果你要玩游戏的话 下载IBM的桌游 叫做intangeling 纠缠人 你去玩个一百分钟 你就大概就会玩了 第一个 它有很多量子杂 就像古典电脑的 n-gate all-gate non-gate 一样的 可是它稍微复杂一点 它除了一个量子位元的量子杂以外 它还有要把它纠缠在一起 所以它有一些control-n-gate 去把两个量子位元 把它控制在一起 甚至三个量子位元控制在一起 基本的量子位元杂就只有这些 你只要学会怎么控制这些电路 你就可以做设计了 你就可以做设计了 下来 这个东西在做什么事呢 那要学一点点数学 它就在做线性怠数 所以简单地讲 X杂在做什么事 本来你的状态是01 经过X杂它就变10 你本来 这个Z杂 本来是01 经过它就变成0-1 你要问我为什么 回来上线性怠数 如果不懂也没关系 反正它就是这样子 它规定就是这样 再下一页 这个Hadamage 它又稍微复杂一点 它其实数学上就在做的这件事 它真正在做什么事呢 古典的位元就好像一个球 只能描述北极跟南极 1是北极 0就是南极 Hadamage就是把这个呢 这个1或者0的南北极 转到球面上任何一个点 古典的量子位元 只能描述南极北极的状况 量子位元是一瞬间 同时描述整个球面 它同时就看到整个球面 这个是它跟别的不一样 两个量子位元的时候 不是看到两个球 一个球是2的1 一个量子位元是2的1次方 是一个球面 如果你要古典的想 两个量子位元不是2乘上2的1次方 不是两个球 它是变成一个超空间 2的4次方的空间 三个量子位元就变成2的3次方的8维度空间 这个就叫做heable space 这个要学一点数学 不过你也不需要理解它 反正你就学会怎么操作就好 再下来 这个就叫control not gate 其实有一点像古典的 exclusive all gate 它把它连接在一起 X是0的时候 Y不动 X是1的时候 Y把它翻转 这exclusive all也就是这样 control not的就是这样 可是量子位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 量子电脑 它耗能很少 为什么 因为它在数学上物理上 又是一个特殊的东西 它叫unitary operator 所以它可逆的 所以它不好能 古典的 它过去以后就回不来 所以它非得耗能不可 因为热力学告诉你 资讯消失要有能量 可是量子位元它就不好能 它是可以储存起来的 再下来 这个刚刚那些控制杂 你学会了以后 简单的讲 这个就是你的输入的状态 这个就是你要叫它干什么事 你把你的那些量子杂 把它组合起来 就变成一个quantum circuit 然后最后量测 就是你要的结果 它速度为什么快 因为它在一个超维度的空间里面 瞬间做所有的 这个它也不做计算 它就是叫做演化 就出来 当然这个过程你要写得很好 真正困难的训练 我们的学生现在被训练的主要就是 不同的问题 你要给它一个quantum circuit 这个名词各位以后会常常看到 叫什么 oracle 甲骨文 甲骨文另外一个意思叫什么 上帝的旨意 你如果去查的话 天域 所以量子电脑的这个circuit 就叫做oracle 上帝的旨意 最后一个就是量子量测 这个量测我在念的时候 我怎么样想不通 后来发现不要想通了 就相信他 我有一个光源 假设这里面有一个开口 这个光照过去 你在这边荧幕上看到的光的分布 一定是照到的地方比较亮 然后慢慢按下来 如果开口开在这边 那一定是类似这样 这个大家经验法则 对不对 如果我有两个开口呢 照出来会有干涉条纹 双霞缝干涉 从初中学到高中 我有一个光源 双霞缝干涉 好 现在我只有一个光子 这一个光子把它射出来 经过这两个霞缝 你觉得会看到什么结果 他看到这个结果 一个喔 只有一个人 他同时分身经过两个门 然后自己跟自己干涉 这个就是量子很特殊的性质 然后有人就不信邪 我装一个侦测器 在这个霞缝 他到底经过这里 还是经过那里 很抱歉 量子不准你偷看 你去偷看 他就只好回到古典给你看 你只要一装了侦测器 他就回到古典 你不装侦测器 他就是这个结果 所以量子就是这样 就相信他 这个就没有古典可以类比的 没有古典可以类比 然后你写程式的时候 要有这个想法在里面 不然你永远写不出好的程式 好 再下一页 现在数学家跟科学家 发展出来的各种演算法 大概有这些 50种左右 有的做最佳化 有的做因素分解 做因素分解的叫show algorithm 这个如果真的成功的话 所有银行的密码 通通失效 这个常常在听到宣传的 这个大概要20年 20年后 这个叫show algorithm 因为现在的银行密码 是这三个数学家 发展出来的 叫rsa code 简单地讲 它就是一个很大的数 去做因素分解 分解出来了两个值数 一个给你 一个给我 我们就知道密码 所以这个值数很大 按照现在的古典电脑 可能要一万年 才能够解出来 可是按照有足够多数字的量子电脑 基本上大概10分钟 再下来 好 再下来 基本上有两个 还回去前一页 我介绍 show algorithm 基本上我就不介绍 就我刚刚讲 global algorithm 我介绍一下 这个是搜寻的方式 我们古典在搜寻 常常在找东西 你天天在家里 在图书馆里面 在这个 我们孙馆长的这个 馆里面 一天到 太多收藏物了 所以你随时在找东西 怎么样最有效找到东西 再聪明的人 也只有一种找法 下来看 我有八个出口 我把某一个东西 放在这其中一个出口 然后我忘掉了 我怎么找 古典的老鼠 要吃这个起司蛋糕 他不知道他在哪里 他唯一的做法怎么做 尝试错误 而且还要足够聪明 回去的时候不能走错路 要不然就不用说迷宫 下一页 所以他只能 再聪明的人 也只有这种找法 找到了 他很高兴在那边吃 按一下 突然来了一只猫 叫薛丁格的猫 他要抓这只老鼠 他要怎么抓 有没有人足够聪明 可以想得出 他怎么抓这只老鼠 想得到的可以来报考 台大物理系 量子电脑 我示范 按一下 他刚刚跟刚刚的光子一样 他会分身 再带量子世界是真实的 再下来 这个就是刚刚讲的光子 这光子同时经过双峡缝 可是量子世界 告诉你 我现在教物理管理学 我说最糟糕的主管 就是设一大堆KPI 在每一个阶段 都要检查他下面的人 干什么事 这个在量子世界 就做不到任何量子的好处 你只能相信部署 进去出来 就是这样 中间不能检查 一检查 他就回到古典 他看不到干涉条文 看不到干涉条文 不能检查 好 再下来 量子到底可以做什么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我们需要一些 有量子特性的材料 然后用它做 量子位元 去做足够长的 有coherent sign的量子的 这个entanglement的cubit 然后要足够多 这个coherent sign要足够长 所以我才可以做出 很多的entanglement 这个如果做得到 我们就可以来做 用量子的想法 algorithm来做各种模拟 古典的 当然它有解决 它可以解决 所有的古典量子问题 它也可以解决 古典的问题 它解决古典的问题 因为有刚刚讲的 数学的hierberg space 的可被操作空间 所以它可以解得比较快 那有一些问题是 古典根本解决不了的 一些特殊的量子问题 它也可以来处理 所以这个影响 不是各位想的 是全面 有限的影响 是全面性的影响 再下来 这个是标准的操作流程 我有问题 把问题定义下来 写出它的量子演算法的 模拟程式 按照刚刚讲的 把quantum gate 按照你的想法 一个一个去拼奏成 量子线路 然后在经过量子翻译器 翻译成compiler之后 就把这个东西送去运算 然后得出结果 这个是正常流程 你一般的电脑 也是这么做 所以这种做法叫做 Universal Quantum Computer IBM Google Microsoft NEC Fujitsu 甚至大陆 在抢的是这个 竞争的是这个技术 再下来 所以 它就像一个 量子宇宙 打开大门 问题跟线路通通放好 关起门来 黑箱作业 答案就出来 它在做黑箱作业的时候 绝对不能去 让它透明化 你要它透明化 它就 它就当机 它非得黑箱作业不可 那你能检查的 只是在这个 输入之前 要把它设计好 所以 有些时候 黑箱作业是逃不掉的 因为从量子就告诉你 它就是逃不掉的 这个量子电脑 现在发现 这些通通可以用 我讲过 你所有想象到的东西 都可以处理 再下来 我们稍微看一些例子 再下来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2016年 589的民调公司 在选前 一个礼拜 做出的预测 克林顿 最大的美国民调公司 做出来的预测 克林顿胜率 98% 川普胜率 1.7% 所以 克林顿当时 所有的内阁 已经组好了 川普根本没有准备 所以宣布川普胜选的时候 他的胜选先言 晚了很久才出来 这个 如果是对的 克林顿 应该在家睡觉了 结果投出的结果 按一下 popular vote Hillary Clinton还是赢了 选举人票 232比306 民调出什么问题 再下来 后来发现 现代资讯流通太快 这50个州 你做这个州的民调 不表示那个结果是对的 每一个州的民调 都彼此互相影响 它是一个50x50的矩阵 然后每一个影响的数字 还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计算 现在的民调都是什么呢 都是只算这个结果 就把这个票给谁了 结果没想到 另外一个地方出来的结果 还影响到它 然后这个还time dependent 跟时间有关 这个50x50这个matrix 要随时把它最佳化 然后做时间的分析 古典电脑做不出来 再下来 所以他们用量子电脑 D-Wave重新分析了一下 结果发现 538 这个是538民调预测 Clinton非赢不可 结果重新分析了结果 一个月前 川普就输了 川普就赢了 在选前一个月 川普就赢了 你信不信是另外一回事 这个是D-Wave 重新去分析538的 这个民调结果 最重要就是 讯息传递太快 州跟中间之的影响出现 以前的模型 州是独立的个体 今天 孙维新 在十年前 四十年前要影响我 影响不到 现在他有权有势 所以很容易影响我 所以他是一个 时间变化的东西 时间变化 那现在这个时间 越说越短 越变越快 然后讯息的传递 越来越快 所以后来就认为 需要量子电脑 做最佳化分析 再下来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做法 叫做量子退活法 这个量子退活法 也是一样 社会问题定义在这里 可是他只能解决 这种问题 他不是 Universal Quantum Computer 他只能解决这种特定问题 变成这个数学问题 他就可以帮你解出来 你的社会问题 转化成这个数学问题 他就可以帮你解出来 这个数学问题 在物理上 有一个专有名词 叫一心模型 这个要解释 其实也很单纯 你把这个看成 7-11的一个点 这个就是 他自己点需要的资本额 是多少 这个我们叫 self energy 这个就是他跟隔壁 全家 或者隔壁的7-11 到底彼此之间 有互相的近和关系 如果合作 这个就是正的 如果竞争 这个就是负的 每一个数字都不一样 你能够把它转化成 这种数学问题 它就告诉你 怎么样 在台北市 设 营业点是最佳状况 而且会立刻给你答案 所以你基本上 可是把这个社会问题 转化成这个数学问题 需要训练过的 因为 garbage in garbage out 你那个转化的东西 不就对 结果就不对 所以这些 这个地方需要专家 我们现在训练的 也在这个部分 下面都是做硬体的 好 再下来 这个annearing到底在干什么 我有一大堆猪猪 非平衡态它很乱的 平衡态它稳定的 我如果要按照现在的解法 它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尝试 去做计算 然后把它拼起来 所以要算很久 这个annearing的方法 有一点像 我反正不要算了 我就把它通通装进去 随便摇一摇 然后多摇几次 平均的结果 就是最佳的结果 摇得越多 它就越准 那这个基本上 从计算能量的讲法就是 你可能被trap在很多 local minima 可是你多去处理一些事 然后用退火的方法 把它加温降温 它总是有机会到达最低状态 多做一点平均结果 它就很像你做计算的结果 可是就跟摇签筒一样 永远会摇出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这个其实有一点像退火法 再下来 这个就是用退火法来做 北京市到北京机场的交通控制 我有三条街 Volkswagen跟D-Wave合作 从北京市到北京机场 假设有十的六次方的车 在十的三 这个其实我这样写的不对 这个基本上是坐北京市 不过这个地方是坐北京市到北京机场 它只有三条街 大概一千辆车 所以它大概就是十的 十的这个三条街的 三条街的一千辆次方 古典电脑仍然算不出来 你如果不给它分布的话 它通通塞在同一条街上 最短的距离 大家都去开去那条街 你如果让它每一条街 得到量子电脑的资讯通知 它基本上大家都可以 在很短的时间到机场 这个是做出来的电脑模拟 最近辅基主在跟我聊 他说五基时代快来了 有一个问题 他在问我能不能解决 他说五基时代基地台就变多了 不是变少 大家都以为五基时代基地台变少 变得更多 因为它更小 所以你随时走都在换基地台 你一个移动中的人或者物 一直在换基地台 那你怎么知道你要换到哪 这么多人在路上走 你怎么知道换到哪一个基地台 你会通讯最畅通 随时都要做最佳计算 那这个古典电脑很难做 很难做 量子电脑有可能 再下来 制药 这是普基组的案例 普基组出了一个chip 叫Digital Audit Digital Anterior Unit 它用现代的技术 去模拟量子电脑 这是假的 这个没有entanglement 其他都有 它按照那个数学方法 烧成一个晶片 已经很有用了 它可以 这个是他们跟制药厂合作 把原来要花六个月的药品设计 透过它的机器 只要几天 只要几天 这个是实际案例 再下来 好 这个是刚刚孙管一开始讲的 我在当学生的时候 我们都要学算盘 因为大家都以为 学算盘会有金饭碗 现在有学算盘的举手 我们小学是必修的 小学是必修的 1980年代 超级电脑出来的时候 我在当博士生 我老板说 你去用 他也不会用 他就给我一个题目 说你去用 我学了三个月 才知道怎么跟 超级电脑对话 因为那时候超级电脑 就跟现在量子电脑一样 他听不懂你讲的话 你要去学他讲的话 才能用他 就好像有一个很厉害的猛兽 他可以帮你做很多事 可是很抱歉 他现在听不懂人话 你要先学会怎么讲狗话 他才会帮你做事 现在真的在这阶段 我当时80年代 学用超级电脑 去Cray XMP48的中心 学了三个月 才知道怎么用 现在2019年出现了 也是这个状态 我的学生大概学了四个月 才开始会用 才开始会用 有感觉 现在正在开始用 正在开始用 好 现在哪有人用算盘 通通变成古董 所以卖到古董市场 还可以多赚点钱 前一阵子我太太在看一个 大陆连续剧 叫做什么青岛网视 有看过的举手 也没有人看 那我太太是少数 那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学算盘 我特别看到 每一个人都要学算盘 这个现在 在未来 再过二十年 这个就像算盘 这个就像算盘 再过二十年 下来 这个我大胆地预言 大胆地预言 再下来 现在 有一个新闻 叫 Goldman Sachs 高盛 成立了一个量子组 找了三个月 找不到负责人 因为他写的要求太严格 我那时候 有看到 求职身材广告 要懂量子电脑 要懂工程 要会谈判 又要懂金融 他找 这个Goldman Sachs 找Quantum Computer的 Vice President 找了三个月 没有人应征 然后那个新闻就出来 人才超级缺乏 人工智慧 我当学生的时候 80年代 就出来了 当时不叫人工智慧 叫做Expert System 有跟我一样 年纪大的听过 专家系统的举手 当时我听到的 我当学生的时候 听到的演讲 是告诉我 三个月 可以解决 古怪的问题 现在你看 搞到了几十个 还解决不了社会问题 好 可是各位 有没有想到过 它为什么是 Layer Structure 每一个点 其实都只做一件 简单的事 这狗有没有长狗毛 有没有长尾巴 有没有狮子 每一个点 其实只有一个Decision 做Yes or No的判断 然后每一个Layer 只是一个Feature 然后他把他的讯息 跟前一层 或者后一层交换 然后越来越多层 进到后来以后 发现他错 就把他打回去 让他做学习 他有一个Loss Function的Design 现在做到几十层 还解决不了问题 我当学生的时候 他们来演讲的人告诉我 数学可以严谨证明 三层解决所有问题 那个时候叫专家系统 说第一个 马上被取代的是医生 到现在医生还最赚钱 各位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 他不让这个跟这个讲话 他不让这个跟这个讲话 他只让这个跟这个讲话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古典电脑太笨太慢 你如果让他随便讲话 他就死在那里了 他必须要有限制 这个在数学上有证明 这个叫做限制型的Bordman机器 他给不了你最佳化结果 Restrict the Boltman machine 再下一页 这个现在machine learning 或AI都是这样 MIT这个就是现在的machine learning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机器 它交通的状态是这样子 麻省理工学院告诉你 人脑是这样子 每一个点都要能够互相沟通 每一个点都要能够互相沟通 所以真正的人工智慧 只有量子电脑做得到 他只有他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再下来 这个blockchain 现在天天大家在谈blockchain 你为什么相信blockchain 因为你相信他公平 不会错误 其实你相信他相信什么 我有一个蛮好的朋友 去年11月过世 在美国突然死掉 叫张守成 有人听过的话就知道 这个他在简讲这个他讲 你相信的是什么 你相信的就是数学 In math we trust 你相信的是背后的哈希方程式 你相信的是椭圆方程式 其实你相信部落格是因为 它不会出错 是因为那些数学 让你相信不会出错 今天量子电脑出来 那些哈希方程式不对称的结果 它会reverse 那你所有的秘密 人家都会知道 这个你不会去用它 你不会去用它 再下来 听过Y2K的举手 都这么年轻啊 听过Y2K的举手 Year to 2000 当时全世界的电脑 花了多少钱 再去解决一个 可能出错的问题 现在出现一个新名词 马上各位要知道 叫Y2Q Year to Quantum Computer 预计发生在2026到2030 金融密码 区块链 所有的东西 可能被解码 再下来 所以现在密码专家在发展 抗量子密码 我小时候很喜欢看这个卡通 Tom and Jerry 老鼠越厉害猫就更厉害 猫厉害 老鼠也只好进化 这个就像现在的这个 基本上 再下来 你有事就先走 所以现在这地方 区块链也在发展 抗量子账簿 现在你刚刚推的东西 十年后如果都无效的话 这个推就很辛苦了 所以它基本上也 毛越厉害 顿也就越厉害 顿也就越厉害 这个去年刚刚发布 它说它已经发展出来了 可是都没有公告 再下来 好 Nature在去年十月 一篇文章 回应到前面的 蚁人蚁蜂女 Quantum Gold Rush 量子淘金热 私人的基金 现在全部往量子的 新创公司里面 贯注进去 全世界过去一年到两年内 出现了一百家新创公司 量子新创公司 中间有七十家是做软体 还有这个程式设计跟应用的 三十家是做硬体 每一家背后 大概都有三家创投在支持 这个Nature写这一篇文章出来 好 看这里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量子的发展 投入的钱 你很快就知道 2018年全部在软体应用 硬体基本上越来越少 所以你知道 软体跟应用 其实是台湾的机会 我个人判断 怎么样在上面开发出 好的城市 去用它 现在的资金 大部分都往这里跑 大部分都往这里跑 再下来 这个是Fobies 一个文章里面写的一句话 叫 Quantum USA Versus Quantum China The World's Most Important Technology Race 美国现在 其实在这个案子上很有趣 美国拼命要打 说要压制中国 中国一句话都不坑 你们如果注意看这个媒体 美国最近还可能宣布 刚刚讲的那个制冷机 禁运大陆 就是那降温机 这句话 现在就是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只是用什么来打仗呢 是在实验室里面用脑袋 取代枪炮 用科学家取代战事的 现代战争 它不是传统战争 它就是一个战争 然后美国没办法 afford起这个战争的失败 再下来 这个发展的可能 我们差不多现在在这里 这个Quantum Supremacy Google宣布的大概在这里 其实真的要全面性的量子电脑出现 全功能的 是需要千万个 百万个集一帐的量子位员 我们现在大概只有53个 可是大家预测这个roll map 就好像以前的电脑 以前的电脑 莫尔定律应该是成立的 所以按照这个邪律现在上来 可能在2030年前后 是大概可以用 快玩了 再下一页 台大这个电脑 这个中心现在在做什么事 推广 我们在跟各个业界 在谈这件事 教育 任何大学 需要了解 我们都免费派人去帮他们上课 公司也去 然后跟国外合作 大概就是这样 再下来 对下一代而言 未知比已知更重要 在学校里面教育 教已知的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人家教未知的 让年轻代更有希望 想要 使用53个电 Qubit 如果有能力的 可以联络这个人 再下来 这个是全世界 使用IBM量子电脑的图 real time的图 会量的 量的越多的 就是有在用 日本 日本 其实永远量 台湾偶尔量 我是刚好截取台湾最量的时候 各位看 好 再下来 这个可能是本世纪最大的发现 沙漠里面突然挖出一个三角锥的石头 到底是下面是有一个金字塔 我从没看到的 还是只是一个小石头 没人知道 可是要投入多少钱 多少人才知道 你到底看到什么 这个是这世纪可能最伟大的东西 再下来 它需要量子跟5点 软体跟硬体 它会需要新资源 新人才 新方向 新产业进来 未来的挑战很多 可是它就是需要很多东西进来 再下来 它基本上 第一个要普及化 这个我们现在 它需要信息的人才 量子的人才 还需要domain knowledge 专业的问题 通通要整合在一起 它绝对需要跨领域 年轻化 国际化 数位化 普及化 这个 二十岁以下 真的不要放弃 要赶快开始注意这件事 像我跟孙 我常常跟你讲 怎么会轮到我来推这件事 我真的是 好 再下来 这个产业的变化 其实就像 我刚刚讲 真空板到机体电路 到现代电脑的过渡期 硬体一定会出现一家公司 软体会出现跨国公司 组件也会出现很多公司 现在硬体 摆明的是IBM Intel Google 已经插手进去了 软体跟组件 还是完全开放的市场 所以我跟年轻的学生讲 18岁大一的学生讲 这个真的是你的机会 你的世代 如果没有这个 你一辈子只能帮郭台铭做事 没有第二个选择 有了这个 15年后你可能是郭台铭 你要立志做这件事 再下来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量子电脑为什么会优势 就是快 你可以看 70年代的时候 麦当劳凭什么打败全世界 就是快 前一阵子有一个数十帝国的电影 怎么样训练他的员工 快 网路世界出现 凭什么阿里巴巴会出现 快 现在量子电脑出现 快 快快快 不要忘了 要赶快开始学习 快就是你的机会 再下来 个人的机会是这样 再下来 这个人是非常伟大跟聪明的人 叫Lord Kevin 学过物理的人都知道 Lord Kevin 1989年 他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长 他当时讲了一个有名的话 人怎么可能在天空上飞 任何东西只要比羽毛重 统统飞不起来 他根本不相信 1903年 莱特兄弟在沙滩上 试飞飞机的时候 跑着比马慢 大家都笑他 你在干什么事 今天再按一下 洛杉矶 二十分钟里内 飞出去的飞机 再按一张 这个是瞬间空照图 全世界领空里面的点 这个 一百年前 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告诉你 没有东西 比羽毛重 可以飞在空中 今天 谁都在空中跑 你就知道一百年后 量子电脑会变成什么样 再下来 这个我都认为 莫尔定律给你硬体的扩展 是这样子 这个基本上是 Hilbert Space 给你的软体应用成长 2的2的N次方 我们现在在这个阶段 很快的 如果按照莫尔定律硬体 可以成长 2030年 会全面取代 马云基本上是比较有信心的 他说2025 比这个其实要早五年 再下来 这个 很多人最近在 我最近这一年 大概最少讲了30场以上 从30分钟讲到五个钟头 这个 全世界其实都在争取 这个知识主导权的阶段 现在 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尤其是年轻的一代 你准备好了没有 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 经济学家 大陆的经济学家 叫朱家明 他刚好在一个礼拜前 写下一对话 他说毫无 我引用他 刚好他今天生日 毫无疑意 未来十年内 对于21世纪和22世纪 前20年的影响 会远远超过1920年代 当时的科学 对这个100年的影响 所以人们因为历史在加速 历史和经济的周期 节奏紊乱 时空交错的关系 知识和教育的模式而颠覆 我们很迷茫 但是我们是幸运的 因为我们处在这个年代 再下来 好 这个最后一张图 知识对世界国力的影响 是惊人的 物理的知识最早 词用在指南方向跟罗盘方向 让皇帝打赢吃油 让英国可以在航海称霸 他只用了一个词的 指方向的技术 在当时就是高科技 在工业革命 英国用出力跟热 产生工业革命 让英国继续称霸 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美国用了原子学 做了炸弹 所以称霸世界 二战后 光电学 电子学 仍然是美国称霸 现在又回到了量子 世界 正在打仗 到底谁能够赢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好 最后一页 未来必然是量子 未来必然是量子 然后我希望 大家 在今天这个演讲之后 能够鼓励你的下一代 从三岁开始 如量子床边故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